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se 今天做這個視頻比較特別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歡的一個法國字錢跟魚獵品牌 Bursha 的正確的法文發音 好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字可以先插一層兩個音節 前面的beu是一個音節 後面的chat是另外一個音節 好 那eu呢我們要一起看 eu在法文是唸的音 所以可以把它想像是這個音 所以接上b的話就是唸b 那後面的部分呢ch我們要發sh的聲音 a發a的聲音 t不發音 所以整個接起來就是busha busha busha 好 這樣大家會了嗎 好 所以不要再唸busha了 可以唸busha就好 那這個字 那這個字其實它滿有趣的 因為它這個字跟法文的漂亮的貓很像 漂亮的貓是這樣子寫 前面是漂亮的後面是貓 好 可是呢 可是呢它前面這一個字多一個u 就不是唸b 是唸b 所以漂亮的貓實際上是唸busha busha 後面的這個sha 跟busha是一模一樣的 前面這一個念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是不是很有趣呢 這個busha是1934年 然後由它的主人翁 George Busha 創立於馬賽 所以這個busha其實是一個人的姓喔 那再講另外一個法文是奶油的意思 像這個奶油啊 唸bushbushbush 那這個奶油的前面這個音節 就是跟我們這個busha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念法是一模一樣 只是後面是不一樣 bushbushbush 奶油的意思 那漂亮的貓 漂亮的貓 漂亮的貓 前面就不是唸b 是唸b 所以是busha busha 好 那最後 再講一下為什麼大家可能會 習慣去用英文的方式去唸它 可能就會唸成busha 其實是因為我們直接把它跟英文的beautiful 聯想在一起 就會覺得說 欸 這一個字 好像是跟漂亮的beautiful 前面這個英文很像 所以我們下一次就會想要唸成bue 好 但是呢 這邊有解釋過 就是說 在法文的話呢 b-e-a-u其實是唸bue bue 一類bue 就是這個人很英俊的意思 很漂亮 好吧 講了那麼多 最後再來總結一下 這個我非常喜歡的法國品牌的念法 bu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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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ha